令吉重扁 禁机受创 加上生活开销上涨 国人肩上的经济压力日益的沉重 唯有开源节流方为长久之策 国内电讯行销公司Tone集团 5年前就看准国内4000万手机用户市场所蕴含的潜力 推出手机预付卡回筹计划 透过用户招收会员和通话预付充值充拥 赚取持续性的非劳动收入 将原本是消费品的手机通话 转变成生财工具 来看一则商业资讯 现今社会大环境 物价生活成本腾长 收入却闻风不动 民众荷包日益干瘪 纷纷大喊吃不消 本地电讯行销公司Tone集团 从2010年开始 瞄准人手一击的趋势 推出Wow Prepaid That Pace 手机预付卡充值回筹计划 让用户可以通过招收会员 和为手机充值获取津贴 以达致财务自由 和减轻经济压力的目标 他的成本参加这个呢 就是少过一百块而已 就是一次 OK 就是他就有一个机会 来去赚一个实际的收入 你看这个家庭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一两台的 我已经没有去做工了 OK 我每天要几点起来都可以 然后我有本事给我妈妈钱 以前是没有 给不到妈妈钱的 现在家里的一些负担我都能够承担 然后还可以帮到我的朋友团队 因为很多人都是参加这个生意 都是特别是家庭主顾 很多马来西亚人的收入都没有五千块 他们才两千五根本都不够用 他们就做了这个生意 他们也是拿到月入五位数 目前TUN集团旗下拥有一百万用户 占全国手机总用户量百分之二点五 TUN集团放眼未来五年内招收七百万用户 并进均包括菲律宾 香港 印尼等多个海外市场